欢迎来到夏浦衍 立即注册 以免错过引人入胜的消息 以下是今天的新闻 点 不能隐藏的偷情剧集评论 第11、12至13集 陈哲远与赵露斯的爱情竞赛 大家好 喜欢不能隐藏的偷情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将讨论最新的三集剧集 讲述了陈哲远和赵露斯在爱情中 进行了一场有趣的竞赛 准备好参与到令人着迷的情节和扭曲的小聪明中吧 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个故事中的有趣之处 第11集 以陈哲远和赵露斯之间充满浪漫的相遇开始 两人之间的关心和情感逐渐发展 但并不容易 赵露斯因为误解了一个 有关陈哲远网上女友的传闻而犹豫不决 然而 陈哲远决心改变自己 成为一个可爱的人 不再约束自己 只对赵露斯表现的善良而美好 第12集带来了另一场爱情战争 唐基表现出对段佳华的特殊关注 引起了他和唐基的亲弟弟的可爱极度 段佳华开始意识到 唐基已经成长为一个迷人的女人 并决定善待她 将她视为真正的亲妹妹 第12集还有一个重要场景 段佳华被他人泼水 这时唐基立即站出来 成为保护她的英雄 这个行动让段佳华感到惊讶和感动 感受到了唐基的关心和关注 第13集是这个可爱的爱情故事的高潮 段佳华无法隐藏自己对唐基的感情 感受到自己的心在颤动 与此同时 唐基以坚定 决心和坚韧的性格肯定了自己 最终 他们彼此承认了彼此的感情 成为了一对可爱的情侣 然而 爱情不仅存在于段佳华和唐基之间 也通过家庭的亲情传递开 来 段佳华感受到了来自唐基的温暖和亲情 让她在生活中感到充满信心和幸福 唐基成为段佳华在困难时期的 鼓励和精神支持 尽管在爱情中面临困难和挑战 段佳华和唐基一起克服了这一切 他们的爱情可能并不完美 但它充满了真诚和可爱 让许多观众感动和动情 最后 他们在一起幸福的生活 并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通过丰富多彩的情节和出色的表演 不能隐藏的偷情 第11、12至13集为观众 带来了有趣而难忘的娱乐体验 我们无法不喜欢这个故事中的浪漫和动人时刻 让我们期待接下来的剧集 看看陈哲远和赵露斯的爱情是否能够战胜一切困难